台湾时间晚间的10点36分 也就是日本的11点半左右呢 才发生了一个规模7.3的强震 那镇阳就在福岛县的外海 那日本气象厅一开始说规模7.0 那后来是上修到了7.3 那震度的方面根据NHK的消息呢 工程县和福岛县部分的地区震度有到6强 那严守县和仙台县最高5强 青森秋田三行县最大震度是5弱 那海啸目前有发出 日本气象厅有发出了海啸注意报 那海浪的高度预计最高可以到达1公尺 那原本预估工程县第一波海啸 在台湾时间10点50分就抵达 那目前还在观察到底有没有来 那根据NHK的消息呢 目前至少发生了三起地震 那他们仙台办公室的员工形容呢 第一次是30秒的左右摇晃 那第二次呢 在两次两分钟后呢 上下震而且是震得更厉害 那另外有当地的民众说 有感受到了剧烈的摇晃 那有些人是直接冲到了户外去避难 而且灯光直接被关掉 那书籍还有从价值上掉落的灾情传出 那我们要强调呢 目前发出的是海啸的注意报 这和海啸的警报不一样 那比海啸警报还要轻微 那目前没有直接要求民众要马上避难 那至于福岛的核电厂 目前收到这些消息是当地正在确认呢 还没有什么消息传出来 那帮观众整理一下最新的资讯 日本福岛线外海发生了规模7.3的地震 那最大震度六强 目前发出了海啸注意报 浪高可能达到一公尺 不过目前还没有收到日本地区 有没有传出海啸的灾情 以上就是我们终于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